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2-3 范例2 那这个同学在高台上 以出速度10 仰角53度 抛出一个小球 球抛出点离地的高度 h是7.8公尺 那不考虑空气阻力的影响 设重力加速度 g是10 则第一小题 小球能够抵达的最大 高度是多少 那这里也是一样 它在整个过程中呢 就只有受到重力 所以它是力学能守恒的 好 那这个整个过程呢 它在空中飞的过程呢 如果没有受到空气阻力的话 那也就只有剩下重力在做工啊 所以它的确就是一个力学能守恒的情况 所以它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力学能守恒的条件呢 合力做工是只剩下重力做工 有它有 好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运用力学能守恒 好那就是初动能加初畏能就要等于莫动能再加莫畏能 好那就是初动能加初畏能就要等于莫动能再加莫畏能 加莫畏能 好所以结果是直接把它的数字带入 然后我们可以以最低点为0位面 这边就叫做U0等于0 那一开始的动能就会是1m2乘以10的平方 再加上一开始的位能 再加上一开始的位能 mg一开始是7.8公尺 就直接乘以7.8 那会等于 后来的 先算到最高点的 到最高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叫它1m2 可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最高点距离是多少 好那这样就糟糕了 只有一条式子却要解两个位置数 好那这里要回忆一下 回忆说 抛体运动的最高点 抛体运动最高点的速度呢 只剩下水平速度 因为它最高点的牵直速度就是0 否则它就会向下掉或向上 而不是在最高点 既然它是已经是最高 它就牵直的速度 就会是0 那vx就等于一开始的 v0 x分量 因为它是等速度 水平方向是等速度 牵直方向才有重力加速度 好所以呢 其实可以 算出 在最高点的速度 那也就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角度 53度 这个一开始抛出的水平分量 速度的水平分量 它就会是 它就会是速度 的大小去乘上 抛射角 那就会是 10去乘以cos 53 也就是 5分之3 乘以10 也是6 好其实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么 第二小题 如果我们知道 va这个是6 那你就可以去 算h了 对不对 因为只剩下一个位置数 好所以我们算算看 2分之1乘以10的平方 我们已经把m消去 再加上10乘以7.8 就要等于2分之1乘以36 再加上10乘以h 所以结果就会是50加7 18 就要等于18加10h 所以结果就会是60加5 110 就会是10h 所以h就等于11 这样子 这样有没有比较简洁呢 有的时候你要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来算 并不是那么容易 而用能量的观点来算 有的时候会是好的选择 好再来呢 第二解解决了 再来第三 小球落到地面落到b点的速率是多少 整个过程都是力悬能守恒 至落地前都是力悬能守恒 因为都只有受重力做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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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多4D悬能守恒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 一开始的动能加位能 就会等于a点的动能加位能 也会等于b点的动能加位能 那a点的动能加位能 或一开始我们算的 这个2分之1乘以10 再加10乘以7.8 这就是力悬能吧 不过是少了一个m 好我们写清楚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m补回去 所以它结果会是50m 再加78m 就会是110m 那结果会等于 在b点的动能 1 2分之1m vb平方 再加b点的位能 b点是刚好是我们的最低高度 所以位能 刚好是在0位面 所以是0 这么一来你就可以算出b了 b就会是 稍等一下 好我们发现这里算错了 不是110 不是110 这110是有把18减过去成是110 18减到左边来才会变110 实际上这里应该是50加78m才对 所以应该是128 128m 就会等于1 2分之1mv平方 所以v平方就会等于256 所以vb就会是16 好这样就是 这题的算法 好其实 用这个速度的观点呢 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还要去算b点的水平速度啊 水平速度是已经有了 但是你b点的千值速度还要再算 然后还要合成 所以其实 用速度 等加速度运动功是不好算 但是你如果用力学能守恒 就很快速就解决了 最有的时候就是力学能守恒 能量观点它的威力所在 因为它不管路径的 它只管起点终点 好这就是这一题